王老师买了20支自动笔 张老师买了60支自动笔 两人共付了2800元 请问一支自动笔多少钱? 像这种题目,一般我们都是先算 总共买了几支笔 一个人买20支,一个人买60支 总共就是买了20加60 也就是80支 再来,我知道80支付了多少钱 付了2800元 所以说,一支多少钱 我只要拿2800除以80 也就是35元 再来,我们要并试 并试三步骤 第一个,先把求出最后答案的算式写下来 也就是把2800除以80写下 第二步 找出每个数字的原始算式 80 原始算式是20加60 所以我必须把80换成20加60 最后把它加上括号 有括号的要先算 所以20加60要先算 20加60,答案是80 而2800除以80 而2800除以80 答案就是35 因此 因此一支笔是35 那你再想一想 我如果把括号拿掉 会不会影响正确答案 试着述算的三个规则 有括号要先处理 先乘除后加减 由左往右计算 有括号的先处理 如果我拿掉之后 20加60不是最先处理的 那就会影响到答案 我们来看看 在这个算式当中 基于先乘除后加减 我要算的是2800除以20 2800除以20 算出来的结果是140 那140加上60 结果会是200 跟我们刚刚算的35 是不一样的 所以要注意 不可以拿掉括号